前线溃败的战宝传毁开封 给宋神宗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他实在想不通 这场本是万无一失的战争 为何会几乎全军覆没 可神宗皇帝没想到的是 这之后有更大的打击在等着他 究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打击 文化学者李亚平 今日为您解答 说宋朝正在播出 这是地理版图最小的中国 也是文化发展最大的中国 这是军事力量最弱的中国 也是经济实力最强的中国 这是一千年前的中国 了解他知道我们的现在 说宋朝可以看可以听的历史 前面我们说到了 宋神宗经过了这十几年的 变法新政之后 应该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 就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幅度的增加 甚至有可能是这种爆炸性的增加 于是宋神宗认为他已经达到了这种 富国强兵的这种目的 然后呢他就准备开始发起对西夏的这种 这种战争 我们前面曾经讲到了他在在发起了一次 他认为是经过了非常周密的准备的使用了三十万军队 然后分成五路大军去进攻西夏 用当时的一句话形容叫做算无一策 就是所有的这种筹划呀 已经没有什么遗漏的了 战争打起来了之后呢 最开始宋朝军队是节节胜利 就几路大军进展都很顺利 那么结果到了后来的时候 等到西夏那边开始调整他们的自己的战略部署 调整他们的军队 宋朝这方面又发生了一个最开始 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个局面 整个军队在打的时候到了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要塞的时候 明明宋朝军队已经几乎已经要把这个要塞 连他的一个大门都被宋朝军队掌握了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特别意外的一个情形 当时的这个战场上面的那个宗子挥不在这个现场 然后呢 把这个要塞的城门给拿下来的是另外一支部队的 另外的一个指挥员 因为这个要塞如果拿下来的话 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功劳 这位战场的总指挥为了把这个功劳揽到自己身上 他就紧急下令停止进攻 然后他就赶到了前线 当时这个前敌的部队把这个城门拿下来的之后 就正准备扩大战果 正准备进入到整个把这个军事要塞这一个大城市给拿下来的时候 收到了这个要求他们原地待命 不许他们在进攻的命令之后 他们不敢违抗军令就只好停下来 就在这个期间 西夏的军队已经迅速地完成了他们的这种调整和对这个前线的支援 等到这位下令停止进攻的战地最高指挥官赶到了这个地方了之后 西夏那边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整个的这种防卫工作 结果到最后连续十几天强攻花了非常大的力气 战死了很多战士 那么这城还是拿不下来 就是所谓施老兵疲 然后呢 他们的后方的梁道又被截断 然后西夏人又掘开大河 用水烟到最后就导致了整个战场的那个形势的完全逆转 到最后宋军在这几路军上面几乎是全军覆没 那么我们也讲到了宋陈宗皇帝夜里边已经睡了 接到了前线的那个紧急军报 说是几路大军的溃败回来 几乎是全军覆没之后 这个宋朝皇帝就非常非常痛苦 也非常愤怒他起来了 史书上面讲说是绕床击走 就是绕着的那个床快速的这个转 然后彻夜未眠 前线将领提出了在前线建立一个军事基地 这样宋军就可以以此为据点 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对于宋军来说有重要的军事意义 宋神宗对此是什么样的态度 他是否同意这个意见呢 说宋朝正在播出 这是地理版图最小的中国 也是文化发展最大的中国 这是军事力量最弱的中国 也是经济实力最强的中国 这是一千年前的中国 了解他知道我们的现在 说宋朝可以看可以听的历史 宋神宗就同意这个建议 然后他就派刚才我们说的这位文官 就派他到那个地方去实地地执行这个计划 这位文官呢 他到了这个前线了之后 他就选来选去 最后选了一个地方 选了一个地方 他就准备把这个城建到这个 就是把这个军事要塞给建在这个位置上 他准备开工之前 当地就有人反对他的这个计划 就告诉他说 你可以建在一个城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能建在你选的这个地方 因为你选的这个地方没有水源 他那个下边打井打很深了之后 都打不出水来 一旦水道被掐断 水源被掐断的话 那是太可怕了 那他可怕的程度 绝不亚于把你的粮道给掐断 一个人如果两三天不吃饭的话 还不至于还不至于死 但是如果让你三天以上不喝水的话 你就必死无疑 在这种情况下 谁都没想到这位文官特别坚持他自己的看法 那可能是他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他就坚持要把城设在这 然后呢 他的想法就是离这个城 几里远的地方是有水源的 然后可以在那个地方再建一个水寨 把这个水给供应到这个主要的这个要塞里边去 当时是从史书记载上边看 当时是有人坚决反对这样做 你保卫一个城 那是一回事 如果你再分出兵来 再去保卫那个水寨 再去保卫他的那个水道 那在军事上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位从来没上过前线 也不懂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文官 他就坚持要用这个方式 当时反对他的是一位高级将领 而且很有这种战争和战场上的经验的一个将领 这个将领反对他的时候 这位文官就非常严厉地告诉他 说如果你在反对的话 我就对你执行战场 意思就是说我要杀了你 那么这位将军就说 如果你让我守这个城的话 我肯定是要死 如果我反对你 你现在要杀我 你让我去守这个城 我也要死 我说那不如你现在就杀了我得了 那这位文官倒是没有 倒是没这样对待这位将军 但是他就坚定地用他的这种方式 去做这个城镇 结果用了十几万的民工 从当时的那个州县里边 征调来的十几万的民工 然后派出去了一万多人的军队 去保卫这个地方 然后保护这些民工们 就是在铸城的过程当中 由这些军队来保护这些民工 结果这个城就是建筑好了之后 军队也入住进去了之后 第二天就是城刚刚坐好 军队刚刚住进去 民工还都没来得及撤退的时候 西夏人就发大军 把这个地方给团团包围 团团包围完了之后 当时谁都没想到西夏人 会来得这么快 其实西夏人早就策划 早就计划好了 就是当着你这城 刚刚建好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把部队准备好了 你刚刚住完 他们马上就来把这包围 包围完了之后 发生了一场极为惨烈的战斗 这场惨烈的战斗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 我们下次再说